创意遊戲 小朋友透過遊戲去探索四周的環境 認識這個世界 隨著認知發展增強 他們的想像力會越來越豐富 我們可以好好把握同小朋友玩的時候 幫助他們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 要培育小朋友的創造力 爸爸媽媽不一定要用現成的玩具 或者高科技產品 其實家裡有很多的物件 只要是安全 沒有危險性和不易難的 都可以成為小朋友發揮創意遊戲的一部分 就好像梳化上的坐墊和cushun 透過小朋友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他們可以將平凡的物件 變成創意的道具 例如坐墊和cushun可以用來砌東西 或者想像成坐車 騎馬的情景 爸爸坐在沙發 琪琪拿著坐墊叫爸爸一起玩開車 爸爸和琪琪拿著坐墊當擺盤 爸爸跟著琪琪後面 在客廳玩開車 媽媽坐在沙發看書 琪琪去找她玩扮公主遊戲 做公主嗎?我們有一條長裙 媽媽用臂肩幫琪琪綁住一條公主裙 媽媽還給了一個膠樽琪琪當咪唱歌 我聽到耐心 好好聽啊 真值得吃 你可不可以教我唱嗎? 可以 爸爸媽媽和囝囝女女在客廳玩 爸爸和囝囝還用披肩扮武師 原來披肩都可以好好玩的 爸爸媽媽和小朋友在客廳用cushun和膠樽扮打怪獸 你看看他們玩得多開心 爸爸媽媽的參與是很重要的 嘗試投入小朋友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讓他們做主導 在安全的情況下 不要虧限他 和欣賞他的創意 爸爸拿著膠樽和小籃球走到客廳 準備和媽媽、囝囝女女玩 大家都輪流把小籃球滾到膠樽 滾中了之後 大家都很開心 有些時候 小朋友沒有依照玩具的設計 或者慣常的玩法 而是憑空想像一些玩法 好像這位媽媽一樣 他和囝囝女女玩著煮飯仔 但是他們把玩具煲和碗放在頭上 你們在做甚麼? 是甚麼來的? 是帽子 如果你擔心小朋友混淆物件的真正用途 你可以在另一些情況示範給小朋友看 例如媽媽和囝囝女女一齊用玩具球玩煮食 各位爸爸媽媽要記住 和小朋友玩的時候要投入一點 要回應和欣賞他的創意 有需要的時候給提供他 引導他加入新的意念和想像 你給小朋友的支持和鼓勵 就是培約他們發展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主要因素 衛生署擁有本數碼影片的版權 本數碼影片指供非商業用途 嚴禁遭售及其他牟利用途 2015年製作 GCF G G G